聚会头灯 简洁车身 德国豪车品牌亮相全新纯电修旅 动力上顶规版本突破500匹马力 空间有三排 七人做选项 千座车型最大容积超过2000公升 这几年大休旅五驾二车型又重回流行 长生日系品牌也有普及 霸气仿锤行水箱护照 空间也可以达到七人座 方便全家出游 即使遇到产品大改款周期 去年在台湾依旧卖了3873辆 正式传出要推专属车型 所以继续预算是 是把RXL拿出压力 进行提供了TX 它会验上同样的车身 车型的RX 只要一较长 同样的高约的高约 更加用的三个车型 主持人们的信仰 在台湾的年车就高达20% 几乎各车场都有卡位 也冲击其他车型销量 像是雪铁龙就宣布停产 MPV车型 结束近30年的销售生涯 小旅车成为获利解放 咱也许至少方向最不到